搬家后我从国内海运了两次家居用品到迷约 这周我买的点唱鸡终于寄到了 这张物品呢其实我们已经想买很久了 不过因为之前住公寓空间比较小 而且如果使用的话会影响到隔壁邻居 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搬进独立屋的时候再买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 这里 这里 需要后面收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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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点唱机就安装好了 但还需要全套音响设备和唱K的氛围 正好我先生原来还买过一些这样的LED灯 他当时买是打算给孩子们装饰房间用的 我觉得装在地下室的话会更好一些 地下室现在基本上就是有几个功能区 那这边呢就是可以打游戏啊唱K啊 有时候我也在这边看书 然后那边是我的一个书架 还有我的一个办公桌 其实我在楼上还有一个办公桌 不过呢像平时录节目啊 还有做一些剪辑的话我就会在这边 因为地下室也比较安静嘛 然后地下室的那一边呢 就是孩子们的一个活动区域 所以我们在地下室使用率真的非常高 那装上彩灯有了氛围之后呢 还可以听听歌喝点东西 作为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 大家在装这种LED灯的时候呢 通常会把它绕着天花板一圈 但是因为我不想让它在天花板上 因为你不开灯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板线看起来挺奇怪的 所以我就想把它藏在这个地脚线的上面 这样的话平时不开灯的时候也不会太明显 那因为它这个用的是3M的胶带 所以它的粘性特别好 那你贴的时候呢就要做到一次贴纸 它这个贴起来还是挺快的 但是先呢你要量好它的长度 就是还挺明显的 这地脚线呢我之前是用这个湿纳布擦过 我在装灯 装上以后会很好看 你高不高兴啊 你高兴啊 你高兴啊 你要帮我帮你呗 你帮我 你不会弄 你长大了再帮帮帮帮好不好 现在还小 对 就会拉起桶里 哇 好看吗 耶 那刚刚那一条LED灯呢就全部装完了 效果还是挺好的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把另一条也装上 一直到我的这个书柜 那两条最长的LED灯呢已经装完了 这样的话呢大体的形态也都看得出来 那整个这个书柜这么装上灯之后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现在是关灯的效果哈 还有两根短一点的灯 那我打算把它装在这个墙体上 还有一个呢我打算把它装在这个电视器柜的后面 你穿什么颜色 你要什么颜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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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红色 你喜欢红色 对 我喜欢红色 我也喜欢 对 因新冠疫情反扑 这个节日季我们没有与朋友聚会聚餐的计划 不过我们的家庭KTV已经初见初行 我们还打算再添置一些家庭娱乐设施 期待这个多功能地下室为我们的节日季增添更多欢乐的家庭时光